今天是母親節,當然要講父親節的訊息 好了,是不是比較好? 父親節的訊息,所以很多時候都要上網找資料 我在網上有一些文章,大家同意他這個看法 這個人有一個網頁叫做牛奶巴王 牛奶巴創意私勿日記 在網上,他說出他對爸爸的一件事 他說很多人把爸爸當為自己在背子裡第一個偶像 很多男孩子都希望長大後答應爸爸養男人 而那些女兒就希望長大後嫁過像爸爸那樣的老公 不知道大家同意他今天想法 要爸爸做成怎樣 對他來說,這個爸爸是他心目中的無敵鐵金哥 是一個很厲害的超人,在家裡是無所不能的 有些什麼事呢,只要爸爸在那裡就搞定了 他也不會跟別人比較到底自己的爸爸和爸爸怎樣 有沒有錢呢,別人有什麼東西我沒有的 他從來都不做到這個比較 他只是覺得有爸爸和我一起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開心很快樂 原來當他長大了之後 他才發覺原來帶給他那種幸福感覺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爸爸對他的滿滿的愛 所以這就令他覺得他的爸爸對他來說是很偉大、很厲害、很棒的 當然他跟著有一對說話我不太同意 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就沒有勇氣去成為負責 擔任這個孩子生不足的無敵鐵金哥 甚至有些人就認為沒有小朋友才能讓自己快樂地過一輩子 這是他不知為何在那裡有這樣的看法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不太同意他這個看法 因為我覺得做爸爸媽媽有時候都不是說勇氣不勇氣的 你有沒有想過,不要了,他可以做爸爸 你不會這樣想的 所以我不太同意他這個看法 我也不贊成小朋友 如果你沒有小朋友 兩夫妻才能夠發覺下來過一輩子 反而他觸發了我的思想 我會覺得其實今天很多做爸爸 沒有體重做爸爸的天職 所以這是我今天跟大家說的題目 就是爸爸的天職 很多人沒有體重這個職份 所以很多時候看報紙 聽新聞 時不時都覺得有些爸爸真的很離譜 任隨自己的意思 情緒的反應 隨意去對待自己的小朋友 於是有很多不幸的事情發生 因為他沒有想過 這是自己的小朋友 沒有看錯他自己做爸爸的職份 另外中國人 東方人也是 我一發覺我都做爸爸的 他不在乎自己的職份 不過總之,對小朋友有很多要求 你要做這個,不要做那個 但是,有沒有太多的期望 有很多時候想他做什麼 很模糊 很多時候我發覺其實都是沒有的 其實我最想的是什麼 就是生生成成 那什麼叫生成成 聽聽話話 就是什麼 不要博了 你還要做什麼做法呢 有沒有想過 希望小朋友長大之後出人頭地呢 不怪我沒有 不過不怪我 因為經常這樣想 當然能夠長大之後出人頭地 開心嗎 開心 OK 但是其實做爸爸媽媽的 最重要的是 希望他們長大之後 能夠自己照顧自己 我們已經很滿足了 如果能夠再有多一點力量 照顧爸爸媽媽 當我們老的時候 那就更加好 大家是不是這樣想的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想的 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我身為爸爸 我也是這樣想的 這次的想真的 有沒有想過 我要做小孩子的心目中 那個無力鐵金剛呢 就是我這樣想的 但是我發覺 然後呢 當我做了爸爸之後 我才能夠更深地去體會 天父爸爸 就是上帝 對我那個的愛 我越做爸爸 學了這個 那我覺得說 其實是不容易的 做個好爸爸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更深地去體會到 哇 上帝原來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很偉大 他對我的愛和包容 是我做不到的 但也因為他對愛和包容的緣故 我又學習了 對我的小孩子 多一點的忍耐 多一點的包容 在這個過程裡面來說 令到我能夠承受到一些 很多人不敢承受的壓力 那麼多人知道現在 就是 牧師都六到七歲了 不知道做什麼事 在這個世界上 不過我可以和大家 坦白地和大家說 我小孩子差不多三十幾 世界上 I am still there 我正在學著 怎樣去做一個爸爸 所以今天 我很希望我們在座的爸爸 其實不單單是做爸爸的 我知道有些會做爸爸 或者將來會做爸爸媽媽 或者是怎樣 各個情況不一樣 但是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是自己的嫉妒也好 或者是姐姐的嫉妒也好 whatever 或者沒有的話 教會也很多 對吧 無論如何 我們做爸爸媽媽 我們做長輩的 我們都承認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小朋友 是聖經講給我們知道 是上帝給我們的產業 所以我們應該很珍惜 我們應該好好地栽培他們 建立他們 讓他們的朋友 完成 將他們帶到世界上的責任和使命 今天想和大家看的 《詩編七零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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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幾個的提醒 幫助我們 學習如何做一個好的爸爸 第一件事 我發覺在《詩經》裡面 教我們做爸爸的 要做什麼事情 可能你不要習慣 講故事 就是我們做爸爸媽媽的 要學習和小朋友講故事 今天我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和我們瘦兒子 像聖經所說的 分享上帝的美德和能力 第一到第四節 我們怎麼說呢? 他說那些文 你要留心聽我的憤悔 則以聽我的口中的話 我要開口說比喻 我要說出古時的謎語 是我所聽見所知道的 也是我們祖宗告訴我們的 我們不將此失事 向他們的子孫隱瞞 要將耶穆華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並他奇妙的作為 述說及後代聽 這就是我從所說的 就是我們要和小朋友講故事 講什麼故事? 講關於上帝的故事 小朋友很喜歡聽故事 特別是爸爸媽媽跟他說故事的時候 他特別開心的 因為大人呢? 大人喜歡聽故事? 大人也喜歡聽故事的 特別是那些真實的見證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興奮 很想去聽 不知道我們做父母那些 如果你有小朋友在家裡的話 或者你想想你小時候 你的父母有沒有跟你講故事? 如果有人說講什麼故事? 有沒有講一些關於上帝的故事 給我們聽呢? 無論如何 無論你講什麼故事都好 如果你有這樣的經驗的話 你同不同意牧師所說的? 那個是你在家裡的心路當中 其中一個最甜蜜的回憶 我小時候小時候 我每晚就在床上跟他講故事 講事情故事 講語道故事 講中國人的成語 什麼? 小時候很開心過事 當然我們會和他一起去祈禱 而聖經在這裡特別提醒我們 要跟我們的小朋友 講義和話的故事 將上帝的聖結 公義 慈愛 能力 以及奇妙的作為 告訴小朋友 這是我要做父親應該做的事情 當然問題是什麼呢? 我剛才問大家 有沒有做過? 父母有沒有跟他講過故事? 特別是聖經的故事 我相信心裡來說 也可以到另一頭 我希望我這個想法是創的 是不是? 但是我發現今天很多人 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候 都沒有兩句話說 要講故事 是不是? 在吃飯的時候 坐在桌上 家人吃飯 各有各吃 父母去看手機 小孩子 如果不在那裡看卡通 在那裡玩玩玩具 你就追著他吃東西 就選擇一兩口 是不是這樣? 我和兒子 現在因為家装修 所以搬回來和我住 我家裏說 所以我家裏有些規矩 吃飯的時候 放在桌上 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 我兒子餓我 我跟他說 你這樣跟他說 不可以 說了一堆說話 這就是我的規矩 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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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今天不是只吃飯 吃飯的時候大家做什麼 大家聊聊聊天 算是上帝的一年 說說當天你經歷了什麼 有些故事說 特別是上帝如何祝福我們 兄姐妹 我也希望 這個是我家裏的規矩 我不是要留在你們身上 我只是讓大家去參考 無論如何 我相信 聖經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將神在我們當中 奇妙的作為 上帝的恩典 他的能力 跟我們說 不要隱瞞 上帝在我們生命當中 那些毀難的工作 你們有沒有故事說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恩典 Tracy會點應該有 剛才你看我們的影片 給我宣布 通常開了多久 3月24日 我經常崇拜 但是5月初 我們就落過了提供 我做牧師幾十年 對不起 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新開的教會 能夠用這樣的事來發生 這個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能力 也不是在我們計劃當中 但是神說 這樣做 我們跟著去做 事就這樣成了 我們6月尾就 結束了 Can you believe this? 你覺得這不是上帝的恩典嗎? 如果是的時候 為什麼不讓兇仔說 除非你不覺得很興奮 I don't know 你興不興奮 對我們下帝的Petis 對Blessington 對聖物 聽到裡面來說 其實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大家幫助你們 對嗎? How exciting is this? 哇 這些是可以說的 我們下一代聽的故事 第一次的妹妹 我們說牧師 是的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我們來吹士聚會 有這樣的經驗 即是有故事說 不過這些故事不是經常有的 我們不是經常都很興奮 我們不是經常有的故事跟別人說 我們是跟小孩子說的 我知道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 你不是經常有很多 excited的故事跟別人說嗎? 我今天告訴你 原來的原因 很簡單 雖然我們說信了耶穌 雖然我們說我們是基督徒 但是我發覺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看重我們自己的信 我們沒有看重上帝給我們的教徒和說話 我們沒有把聖經的真理放在我們生命首要的位置上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會經常經歷到上帝呢? OK? 你這個上帝不是很野信的 OK? 所以很多時候 上帝是我們面對人生問題的時候 沒有辦法當中最後的辦法 上帝是我們面對人生問題的時候 一個的後備車胎 沒事 車尾箱 有時候拿上來用完 打車尾箱 如果我們這樣對待上帝 對待我們的信仰的時候 你有多少信仰的經歷 可以和小朋友分享? 沒有 是嗎? 從另一個角度 我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是時時有信仰的經驗 為什麼我們不是時時看上帝的恩典和能力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跟神很疏遠 我們跟神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密切 OK? 我們也有祈禱的 不過我們祈禱的 我們會覺得神好像很軟的 高高在上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很多時候 我們真的會把上帝當作 我們是一個last resort 看看他聽不聽 聽就好了 不聽到辦法 這就是很多基督徒 心裡有意無意的 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跟上帝的關係不密切 其實我們有責任 不是上帝不愛我們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很理會 上帝的心意和想法 我們更不在乎 上帝要為我們走哪些路 因為我們自己的路要走 我們不想走上帝 要為我們走那條路 所以看見師妹 你又不在乎上帝說什麼 你又不想走去為你遇到那條路 那你怎麼能夠時時經歷上帝的恩典和能力 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你就沒有東西跟仇仔分享 不要說有沒有口才 或者沒有時間 那些是很mine的事 根本就沒有太多的經歷 可以跟上帝分享 所以弟兄姊妹 師編拆八點 跟著我們說什麼 做父母的 就應該教導我們小孩 有關上帝的價值觀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價值觀 直至於我們的思想 影響我們的態度 我們的思想和態度 就會導致我們對周圍所發生的事物 就是環境作出行動的反應 而這些行為的反應 就變成我們的經驗 明白我說什麼 希望不會太深 如果我們不把上帝的價值觀 放在心裡面的時候 我們仍然走自己的路 OK 我們的反應 對周圍的態度 都是我們成長過程當中 跟自己的家裡 學校裡吸收回來的 OK 所以是很混亂的 如果我們相信上帝 相信價值觀 變成什麼 價值觀 情況就不同了 OK 我們就有些來自上帝的經驗 我們看第五節 第五節第六節都說 因為他在雅各中立法道 在以色列中設立法 是他吩咐我們祖宗要全給子孫的 使將要生的後代子孫 可以曉得 還有他們也要起來 告訴他們的子孫 這個是indogen 就是indogeneration 一代一代 在這裡我們看到上帝 是將做事的標準 和是非對錯的一些法則 傳給他的子民百姓 上帝有法道 上帝有律法 上帝又吩咐他們 要傳給他們的子孫 還要教導他們的子孫 將上帝的準則 是非對錯的觀念 代代相傳 我想說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看看我們現實生活的社會 我們在哪裡 在美國 大家知道 今天的美國社會 似乎已經對是非對錯 沒有絕對的看法 大家還不同意嗎? 所以今天我們的下一代 我不是第一次說的 他們只是生活在一個是非黑白 越來越模糊 甚至是是非顛倒 黑白顛倒的社會裡面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很多時候我們搞不清楚 所以 當我們看到一些抉擇的時候 我們就很confused 聽誰的標準好 聽誰的說話好 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自己怎麼感覺 我覺得對就對 我覺得不對就不對 是錯就錯 今天就是很多年輕人 為什麼這麼生活得 好像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因為太多conflicting的標準 每個人都不一樣 學校一套 家裡一套 朋友一套 電視上一套 互聯網上一套 哇 太困難了 或者是你不同意的 你說不是啊 牧師 其實 美國也好 哪裏也好 那些人都是希望 找出事實的真相 是不是 當我們有些事情 我們要決定的時候 好等等 等我們去找找 究竟那些truth facts 那些真理 和事實是什麼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都會覺得 這才是客觀 對嗎 但是大家沒有留意 大家沒有留意 每個人都有偏見 很多人 又是跟自己的直覺 去做決定的 所以我們的偏見 對他們的直覺 會引導我們 就是找找那些 就是我們覺得 是真相的 不知你聽不懂 不懂 很多時候 我們對某些事實 某些真相 是麻木 麻木就是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或者 甚至是麻木 我們是麻木 看不到 或者固約忽略 某些事實的真相 對於我們的背景 我們的經歷 有些事情我們想見 都不想見 我們想肯定 我們自己覺得 是對的 所以有些明明是真相 我們就閉上眼 當見不到聽不到 所以 鄭師傅 不要以為我們說 我們囚真理 我們當然要學習做這個功課 但很多時候 我發覺 真的太難了 因為你都不知道 應該用什麼作為 標準 所以我們的下一代 如果我們不教他 他就很多時候 不知道 何去何從 於是 很容易就是 垂開續流 然後就淹没在世俗的 紅流裡面 所以今天 第二件事 我想提醒我們當中 做長輩 特別是做爸爸媽媽 在我們小時候 還是小時候 還可以聽你說的時候 你只要把上帝的價值觀 去教導他們 因為上帝的價值觀 我幫助我們的兒子 明白什麼是好 什麼是怪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什麼是重要 什麼是不重要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必須的 什麼是good to have 但是你不一定要有的 我們要小時候 按照聖經給我們的啟示 去幫助他們 去教導他們 這樣 去長大的時間 他們就能夠自己做一個 明智的權責 如果有人要自己去摸索 就看自己在什麼 我們自己去摸 當有人自己摸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試過 我們就去隨心所欲地 去選擇那些能夠滿足自己需要 和欲望的標準 所以 我們不懂得分的 有否遇過朋友 甚至我們自己 有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 但我們沒有很大的雙重標準 第一件事是這樣的看法 第二件事是這樣的看法 第二件事是這樣的看法 看看哪一件事對我有利益 我就採用哪個標準 是這樣的 有些人不能分的雙重標準 三、四重標準也有的 問題在哪裡 當我們變成這樣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慢慢覺得 你心裡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情況 而且你的人際關係也不好 因為你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標準 遲早有人發覺 沒有人喜歡和那些人相處 所以你自己也很混淆 自己也很矛盾 跟人的關係也不好 結果會怎樣 那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辦 慢慢會失去你的自我 終於成為一個你會厭惡自己 鄙視自己 第一件事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抑鬱 這麼多人不聽人知識 這件事確實幫助我們 不要讓下一代我們的子女 或者年輕人 軟會在逐世的紅樓當中 所以我們做父母親 做長輩 如果你說愛我們的小孩 愛我們的孫兒子 愛我們的孫兒孫女 必須要把我們還有一個機會 把上帝的價值觀搞到他們 當然了 首先如果你要教他們的話 你要小心 帶給師弟醒 我們首先要用上帝的法度和準則 去評估我們自己現時擁有的價值觀 不是反過來 很多時候會反過來 用我們現有的價值觀去評估上帝那些是非對錯 然後去選擇自己要的東西 It's wrong 如果我們相信上帝 如果我們相信上帝 上帝是死的事公 而是支持我們的神的話 我們應該用他的標準 來評估我們自己的價值標準 而不是反過來 所以我們都明白 要信得過 上帝真的是上帝 而上帝愛世人 我們大家明白的都知道 他要我們做的 完全沒有自私的念頭 都是為了我們的好處 因為他是愛我們 當我們能夠學習 將是非對錯的標準 是逐外至上帝的 價值觀 變成我們自己的價值觀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學習憑信心 根據上你的價值觀 去調整代人的態度 主事的方法 於是我們就會越來越多 信仰那種的經驗 《葉不鎖書》提到 如果我們相信上帝的 生命會被上帝改變 我們的價值觀會調整 所以《葉不鎖書》那裡 沒有任何給大家 因為比較詳細 不過只是舉例 從前偷竊的 現在不要再偷 以前不應該做的 現在不要做 總要努力趁手做正經的事 就可以有餘分及了缺少的人 污衛的言語 一句不開出口 只要隨事說做在人的好話 叫聽的人都易傳 一切苦毒 腦恨、憤怒、仰漏、毀謗 以及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並愈愈因此相待 全靈魂的心 彼此搖書 正如上帝在基督裡搖書 回去看看《葉不鎖書》 提醒一下 以前我們是這樣的 現在信耶穌之後 讓上帝的價值觀成為我們的價值觀 上帝是非對著觀念成為我們的觀念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很自然 靠著星人的能力 是會這樣改變的 而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擔心 我們會吃虧 做得這麼好的人 人們會討我們便宜 甚至人們會欺負我們的 會否遇到這樣的挑戰 當然會 但這個正正是我們示範 如何去仰賴上帝 和經歷上帝恩典能力的時候 這就是第三項 教會教會有很多經典的故事 其中一個經典故事 是19年前 我們在Milpitas開始這個教會 在Kran Krasa會 大家知道 一年多之後 天賦恩典 我們發覺酒店的地方不負應用 所以我們希望租一個合適的單位 即是Doretto 希望能夠幫助我們去發展 就是Milpitas 透過Agent 我們在Milpitas 一條大道 大家知道是熟悉的 Milpitas說 那條最主要的道路是甚麼 二、三、七、一路伸延過去的 就是Kalereris 在整個大道上 有一個工商業的單位 業主竟然肯考慮造給我們 每月都應該聽到這個故事 1.01有時候說有時候我沒有說 不過我想跟大家說 因為在裡面有些故事 這是我們的經典故事 OK 當時教會大概百多人 未到二百人 一半以上來經常聚會的大兄姐妹 是參加了會點少於一年 但我們真的沒有地方了 要找地方 我們去見業主的時候 我帶了幾個大兄姐妹一起去 他們去找地方 大家聊得很好 聊到尾的時候 這個業主說 聖牧師 是鬼多 聖牧師 我看過你的資金 上課你們的收入是三萬多元 我忘記了 三萬七千多元 不過你的費用是這麼多 所以你只剩下兩千元左右 就是你的費用 你租過這個地方一萬五千呎 兩萬元一個月做 他真的沒有問題 大家坦白 那時候我很害怕 我先看看紀錄 三萬多元 但是除了開支之後 我們只剩下兩千元左右 一萬五千呎 你只剩下百多人 但要租二萬元一個月 你如何付出 這是一個很正確的問題 我的弟姐妹很聰明 口齒咧咧 說了一堆說話 說話我就忘記了 不過說了一堆 我越坐就越不自在 嘗試說服這個男人 Jobiemer Jobiemer 我說可以怎樣 因為每天我坐一開 就沒有說話 後來 明天我都覺得不太對勁 於是我說 I can I can I ne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我要好好看 I cannot guarantee We can pay the rent 我真的這樣說 我沒有辦法保障我 我做了 我掃不到錄製 教他年紀的歷史 你沒有掃給他看 掃給他看 掃給他看 就是你需要這麼多錢 I cannot guarantee we can pay the rent but you know what we have people of faith 我們是相信上第二人 如果你肯做給我們的時候 I am confident 教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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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I know you are people of faith but I don't have your kind of faith I am a business man 我沒有你那種信心 我做生意 我還會有一個伙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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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繼續說 Let me think about it Let me think about it and that's why 我突然知道 我已經知道 我會這樣 怎麼會租給我們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在那個時間性 給我的感動 就是 說真話給他聽 說真話給他聽 當然 現在你們知道 如果還不租給我們 我們是一個最好的伙伙 從來沒有去做 雖然是二萬元一個月 這是十九年前 十八年前 做了一年 十八年前 當我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我聽說 不是二萬元 你說多個零 是嗎 No 20,000個月 只要付錢 一半會有 三個價錢 可以少於一年 不是只有那些 你租了一個建築 要裝修 大家記得嗎 現在你買給Tracer 還要裝修費 你叫他們 剛才我來中午幾天 還要捐錢 要奉獻裝修費 那主要都要做 我們找了三個BIT 我還記得 最高的BIT 是 十九萬 還是二十九萬 應該是二十九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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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BIT 比較低 比多一些 不比多一些 於是我們是三十六萬 和第一次 我們有三十六萬裝修費 一萬五呎 結果我們選了最高BIT 結果出來裝修費 就說 聖牧師 你要做這些事情 不行 要五十五萬個 那時候我們真的不太緊張 五十五萬 一個新的教會 一年多還未夠兩年 你怎麼可以 已經二十九萬 已經被租了 你怎麼能夠付 大家就感謝主 媽媽出去支持你們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 就是那幫人 你知不知道我很感動 聖牧師 會告訴我 聖牧師 上帝不會玩我們的 既然上帝讓我們租一個 不可以租到一個地方 我們說 Let's go ahead Let's go ahead Let's go ahead 那時候我們沒有錢 Let's go ahead 就開始裝修了 沒有當日那種經歷 怎麼有今天的Tracy會點 聖牧師 我想告訴大家 這是什麼 講來講去 我都很興奮 聽過很多次 但每次聽的時候 你都會發覺 上帝謝謝 這就是《信心》的功夫 這是在這篇 保證的是幾國的 下一代 你игemonstrate 講自己 incre heaven 你的口感随住 對上帝 但是否和我感受 sigma 什麼行動 是可以滾到給別人去 我真的相信快 incomben 100% 對嗎 我們經常合作 但是看到上帝奇妙的工作 在我們當中 等一下 我講一下Tracy 感謝主 上星期我們問我們 aniㅋㅋㅋ 如果你有去参加我们会议的时候 买标你的钱有 但我们仍有150万掌声 刚才你听牧师说了 我们不会公开有一个Fundraising campaign 我们希望在座当中 在座的一传教会 有弟兄姊妹预计低息财富的教会 我们估计按照现场的情况 应该在三年到五年之内 我们就可以pay off renovation的钱 如果你有上次会员大会 刚才我也有提 其实我只是要求大家做一件事 不是叫做特别奉献 或者要求大家做一个中心的管家 如果你是Galipto 你要汇点维家 你只要做一个中心的管家 将你的时间精力 资源和奉献 拿出来 每一人都可以 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奉献 但我们有时在这里说 因为这是我们经历上帝恩典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学会这个的话 你失去了很多东西 不过来 只要用一个Galipto 做什么冒险 然后 按照神经理的恩赐财国 你已经有了 那个财国说过 拿出来给顺利用的时候 鼎子会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继续发展教会 我希望你能够以汇点为家 而当我们能够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告诉我们 实际上 OK 先 我们以为不够 我们以为不够 原来不是 神的功典是多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只要我们能够去仰望上帝 不要不记得 上帝曾经在我们当中 成了个大事 其实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诗篇7的8篇第7字 好叫他们仰望上帝 不忘记上帝的作为 如果他们不见到 我们经历过些什么 我们没有估计 说给他们听的时候 他们怎么会这样的功课呢 所以我鼓励我们 能够对我们下一代代 我们年轻人 分享自己对上帝的信心 不可以分享自己对上帝的信心 我只是口说的 求上给我们用力 去活出我们的信仰 和信心 去经历上帝 那种的供应和能力 这就是我们的见证 这些见证能够 影响我们的生活 所以 刚才说了三件事 做家庭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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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孩子 可以认识上帝的美丝和能力 跟他说多些故事 如果没有自己个人故事 可以说圣经故事 也可以 靠到他们 上帝对是非对错的看法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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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用自己的生命 去示范 如何去养害上帝 当然最后 可以和大家分享 什么 要劝诫我们的孩子 不要做上帝不喜欢做的事 要听上帝的话 上帝是爱的源 新的教会经常说 尝试爱 尝试爱 Yes God is love 没错 但圣经同样说 God is just He is righteous 神是绝对的公正 神是一个公义的上帝 圣经说得很清楚 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不要自己 七十八章 第七至第八章 都说 唯要守他的命令 不要像他们的祖宗 是还紧背契 居心不正之背 向着神 心不正神 我发觉做家长 做长辈 很多时候都会教我的小孩 不要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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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坏事 不要犯法 会不会教他们 我相信都会 因为不想去坐牢 不过 我们很少 我发觉很少有父母 会告诉小孩 为什么 他们不懂 现在要知道 都会帮忙 就可以了 但是我发觉 很多时候 大了 我们也知道 做了一样 不要做一样 不是很多父母 不是很多家长 懂得解释原因 所以 圣经提醒我们 做父母 做父母 做家长 要学习如何教他们 劝戒 劝他们 劝戒他们 劝戒他们 不要做上帝不喜欢做的事 应该听上帝说话 不要像一些人 明知故犯 还紧地去拒绝神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 人不知道上帝就不知道了 人听不到上帝就听不到 人看不到上帝也看不到 人看不到上帝也看不到 你自己这样想 自己的上帝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但是有牧师 我不是不想教 你刚才说 我们自己有好榮仰 如果自己也遵守不了 那时候 要教受小孩遵守 那结果就更差 是吧 就是说我做一套 那小孩就更迷 教他这样做 但我自己做不到 yeah I understand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too 所以最好是什么呢 我和小孩一起学就去做 爸爸妈妈不太完美 但我和神是真正的 我一起学 如何去听圣经话 一起学 如何不去违背上帝的旨意 比如圣经里面 有十届 旧约圣经有十届 旧约圣经有十届 你看看的时候 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 是一个典型的普世价值 现在经常听到普世价值 Ereversal values 没有听到吗 什么是Ereversal values 全世界的人 法治人的内心 都知道这些是对的事 最归纳了 但是你看看的时候 其实十届 就是典型的普世价值 当然他有信仰 不在里面 所以第一届是什么 第一届很重要 大家记得第一届是什么 十届是第一届 不要以为真是out date 除了爱以外 不可入乎的习 第二 不可为自己 制造任何的牛罪 第三 不可妄称 不可依靠 第四 大家做的是 当首安息日 当然今天不是安息日 今天是无安息日 当首主日 第五 今天是我们所讲的 是当孝敬父母 第六是什么 不可杀人 不可监人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贪华 这就是不可世界性 最初的世界是对上帝人 你没有上帝没有了绝对的标准 这个世界就没有绝对的标准 所以人们就会觉得confused 所以必须要相信上帝 最初的世界是对上帝 而后面的世界 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有上帝的良心 都发觉应该是这样的 后面父母 不可承认 不可奸人 不可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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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越来越真实 这些世界是放诸四海 而皆准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要教我们的下一代 去遵守 所以正如我刚才说 不要自己一致 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靠上帝光助我们 能够明白圣经这个真理 圣经讲得好像 人众的神仇 能修理的神仇 不要小看上帝给我们的观教 1999年 韩国 有一间很特别的学校开章 这个学校叫推拉鲁 爸爸学校 原来很多人做爸爸 但是不懂怎样做爸爸 所以他就开始这个学校 现在全世界70个国家 都有他们训练 他希望这个爸爸 是建造家庭健康 不可以缺少的人 台湾这个学校的秘书长 就是高仲达牧师 他在文章里面说 爸爸这个角色 是上帝所赋予的天职 也是家庭蒙福的关键 所以他们成为一个学校 最主要是恢复爸爸 在圣经当中应该的形象 今天很多人对爸爸的形象 对爸爸的责任 是有误解 就是只有一个恶字 误用了爸爸的权威 所以他说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 我们中学爸爸 能够重新责任 有一句说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说 爸爸活过来 家就活了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为今天 有很多家庭里的爸爸 是半生不死的 I hope we don't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at our church 但是有 这是正常 因为很多人不懂 有很多家庭里的爸爸 是半生不死 或者有爸爸的存在 但是没有爸爸的爱 和对子女的舌头 我如果相信 爸爸是上帝给男人的天赠 我就应该祈求 上帝给我们做爸爸的 有勇气和能力 去舌头 今天和我们讲 父亲之间的信息 在牧师准备的Message 都要找很多人 所以我在上网找了 看看哪个故事 除了刚才说我的故事之外 我看到另外一个故事 我看完之后 我心里很感动 感动到 我寄了E-mail给我儿子 我寄了 我寄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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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寄了一下 很短的 我把故事给我儿子 然后我跟他说 Dear son This short story came to me this morning When I searched for material for my Father's Day message 我看完这个故事 我今天早上预备的时候 我寄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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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eflected that I also misinterpret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do sometimes 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有时候对我儿子 也误解了 到底他在那里 和他做了什么 我觉得很不顺眼 I might put some invisible burden on your shoulder and make your heart feel happy 我跟他说 可能我把一些无形的胆子 放在你肩膀上 和让你的心觉得很残忠 I'm not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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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God bless you and make you aware of His love to you This is my prodigal son 这个是奥基里面的浪子 以前很dedicated 接着上来 现在不会教 这句话就叫他 不叫阿姨 你知不知道 这个早上 他会回来 想听听 好可怀 今次我问儿子说话 但是 谢谢你的心 爸爸 I don't expect you to be perfect though perhaps I did when I was younger 他说 他说 我没有期待过你做一个完美的日 虽然在小时候 曾经这样想过 I have realized I step is an unrealistic expectation for any person 如果我这样想 其实这个是很坦实的 他说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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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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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学会学习 如何做好办 I am not I still learn I am not but I am still learning 神帮助大家,把耶稣的爱传递给你的下一代的小孩,让他感受到上帝的爱 如果爱在座里面有些人还没有信耶稣,我想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天父巴马 我们是一个天父巴马的爱 我管你来我接受天父巴马对你的爱,让自己成为他的儿子 Happy Father's Day to you